没有一个赤地 所以密教的法本身是有赤地的 刚才跟你们讲一个顺序 这个就是一种赤地 所以你修法不乱 就是一节一节来 很稳定的这样子一节一节的修 师尊没有给你灌顶 你也是乱修 然后你跑到别地方去灌顶 你就修那个法啦 你跑到别的喇嘛那里 跑到别的佛伙那里 灌一个顶 好我这个好我喜欢 你修一修 没有什么又回来了 这个就是你本身的赤地 跟你的传承就已经混乱了 所以一定要你法的赤地不乱 然后再来第四点 你尽信自己的根本上市 尽信啊尊敬跟坚信自己的根本上市 这样子 这个传承加持力才不会失气 这个是基本上的一个道理 你根本不尊敬 有时候人家毁谤的时候啊 你也跟着 诶 有可能喔 人家在毁谤的时候 我信心动摇耶 有可能喔 那里还有什么传承加持力 你这一句有可能你信心就已经断 你没有尊敬 没有坚信自己的根本上市吗 这是第四点 你对自己的师父产生不了尽信的话 你这个法也不用修了 因为法是师尊教的 你既然没有尽信 你修这个法有什么意思 对不对 你对法就会轻法 不会去重法 你认为说 师父传了这个法 我看也是妈妈的 你不会去重视的吗 你马马虎虎啦 你修法怎么会有成就呢 你得不到这个传承加持力 所以这个是四个要解 灌顶的河永远不枯竭 加持力永远不消失 你修法的次第不乱 不去乱皈依 乱灌顶 乱修 第四个 你对上根本上市的尽信 永远都在 这个就有传承加持力 你不用问我 以后不用来问我 你问我的话 就表示你已经失去传承加持力 很简单的吗 你自己坚信这四点 你都做到 那你传承加持力 是永远都是存在 开心愿者 散心愿者 散心愿者